在香港舉行的職業卓球杯賽 由默克戴維斯和羅伯臣爭冠軍 穿著紅色背心的默克戴維斯 上星期在泰國贏得六個紅球世界賽的冠軍 當時正正在決賽擊敗今場對手羅伯臣捧杯 兩個來到香港又一次交手 默克戴維斯延續強勢 令到全場戰況一面倒 羅伯臣在四強淘汰香港球手傅家駿 不過今場表現走了 默克戴維斯大比數贏局數7比2 奪得冠軍